女人该有的样子 你是不是交了男朋友 谈了恋爱 结婚之后 开始对你的另一半产生依赖了呢 最近回家经常听到这样的话题 很多姑娘结了婚生了孩子 就成了家庭主妇 不再出去工作 不再赚钱 靠男人养家 其实作为女人 不能说有很好的事业 但起码要有自己的工作 还要有具备养活自己的能力 优秀自己的同时也更有魅力 在这个看颜值的社会 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没有哪个人不喜欢漂亮和优秀的女人 就像你去相亲 低眼看的也是脸 没结婚的时候很美 婚后也还是要美 有句话叫 世界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女人就应该要活得精致一点 你要明白 生活中不仅仅只有爱情 还有诗和远方 理想和梦 赵辉通过朋友认识了心仪 那时两人都是单身 心仪的落落大方 让赵辉一见钟情 于是赵辉开始疯狂地追求心仪 一开始心仪对赵辉并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只是礼貌性地和她接触 赵辉努力追求心仪 从朋友那里了解到 心仪喜欢吃什么 有什么兴趣爱好 她喜欢穿白衬衫的男生 喜欢吃清淡口味的食物 心仪大概是看到了赵辉的诚意 最终两人在一起了 但是心仪并没有因为这样 就放弃了自己的兴趣和想做的事情 结婚后她继续上班工作 依旧每天打扮得很漂亮 这就让赵辉更加珍惜她 家里事情两个人都商量着来 也会相互做家务 照看孩子 休息时出去旅游 日子就一直这样过着 幸福而又美好 朋友一直都羡慕心仪找了个好男人 心仪却说 她不是找了一个好男人 是她调教了一个好男人 其实最能留住男人心的是 男人自己的付出 人都是这样 投入的越多就越觉得珍贵 如果一个男人在你身上 亲其所有 那么你想让他离开都难 而能让男人为之 亲其所有的 是女人独立 自信的美 所以女人不要太容易 让男人看透 多一点神秘 多一点距离 爱生活 爱自己 男人才会更加爱你 我们也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